阿弥陀佛 尊敬的主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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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掀开科著八百八十一页 八百八十一页 请看第六行 因极乐所现之相 是无漏相 十相相 故云清静也 这是一小段 这三句话就为我们说明了 清静的定义 何在 也就告诉我们 基督世界为什么好 你看人家是个什么场所 它是真心献出来的一个国土 那边是十相相 我们这边是什么相 佛在《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幻相 假相 再看一下任连连经 那就说得更好了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弥勒菩萨也讲到 一坛子三十二亿百千两 我们这个说婆世界 叫有漏相 人家是无漏相 所以呢 居住在这边的众生 那个果报感受 远远不如西方极乐世界 从这里也透露出一个讯息 那个世界是法信徒 菩萨的身是法信身 我们这里呢 法相身 法相徒 所以我们每天呢 必须要洗脸 要刷牙 还要时常的要沐浴 但是在极乐世界 需不需要这么费功夫 不需要 我们想一下啊 这个每天如果不用洗脸刷牙 你说这样是不是省了很多时间呢 可不要以为说那才多少时间呢 几分钟 每天几分钟 那这样一年下来就好多个小时了 把这么宝贵的时间腾出来 多用功多念佛多好 很多事情呢细细一想 就知道极乐世界好 那个国度是十项项 我们在这边呢 要入这个境界很难 至少要到哪里 要到华藏世界 您进入到这个 时报状态图 才懂得什么叫十项项 十项之项 我们怎么想 怎么去说 想不出来 也描述不出来 一定要自己清正那个境界 你才懂那个意思 佛所讲的只不过是仿佛 不能够完全说出来 可是 华藏世界的一真法界 极乐世界的一真法界 是不是我们最终极的目的地呢 还不是的 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处啊 长极光净土 可是 要修到入长极光 多长时间呢 你看一下华言经里面讲 要修至少三大阿诚奇迹 他才能够称佛 他才能够回归到长极光 这个时间就太久了 可是 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并不需要那么长 你看一下 观无量收复金 那个时间就大大的缩短 顶多十二大节 十二大节跟三大阿诚奇迹相比 那个差距非常大 我们多次讲过 这个阿诚奇 多大的数字 大家应该记得啊 你可不要说不记得了 那悟神会很失望 一个阿诚奇迹多大的数字呢 一千 后面呢 连续加上八个万 一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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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万 然后呢 再来一个兆 那个兆就是万一 要三大阿诚奇迹才能够修成妙觉如来 是因为如此 所以华葬会上的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都劝那边的大众 念佛去极乐世界 念佛去极乐世界 从这儿我们就知道 还是西方国土 那是最好的 那是最好的 后面再说 安乐清净若此 的的的确确呢 他那边呢 每一个大众所感受到的安乐 清净 真的像佛所讲的这个样子 佛绝对不会骗我们 下面呢 是佛 极力地劝我们大家 要老实念佛 这是一段 这是一个反问话 反问话当然也是 激励我们大家 劝勉我们大家 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接着呢 给我们解释了 右段 就是刚才这两句经文 双标彼国圣众即岔土 劝欲往生 末二句 静影书曰 何不历历为善求生 明历为善 念道知者 自然往生 明 明 念自然也 有 慧书曰 何不二字 积劝之词 即通二一 这个何不啊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修这个法门呢 已经知道这个法门有这么大的好处 可以获得这么多的真实之力 应该要发分 真的不应该要 还要迷恋这一个说破世界 其实我们留恋这个世界 什么最多啊 不外乎是这样东西吧 财色名利 对不对 肯定这是四样东西为主 但是四样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都是假的 古人打个比方说的好啊 竹篮子打水 一场空 真的 把这个世间事啊 看透了 看穿了 您就有一个很深的感慨 您就会说这样一句话 人生不过如此而已 对不对 就这样子吗 不就这么回事吗 不过呢 光是感慨还不行 还不能够解决问题 还要怎么样呢 还是要好好的断恶修善 老实念佛 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下面进一步的给我们说明这个善 分为两种 第一个 称明念佛 是明善本 二 广行诸善 回向得生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 称念这句阿弥陀佛是什么呢 是一切善的根 一切善的本源 这个佛号怎么样念才有力量 它才会产生一个最大的效果呢 绝密妙性菩萨说的很好吗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最近有同修啊 跟我们讲一桩事 说他呢 晚上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什么 梦到这老虎 他吓到了 他这个晚上有梦到老虎 或者梦到其他的猛兽 想不想今天晚上梦一下 不要 然后就跟我们讲 他好害怕 其实这个事啊 我们早就提醒对方了 每天要读经 每天要听经 每天要念佛 每天要拜佛 你想想 这从早到晚 都是跟经教在一起 都是想阿弥陀佛 我们晚上会不会梦到这个恶劲呢 不可能 您老祖宗也讲嘛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所以这个晚上如果有做梦 一定是跟我们白天呢 您所想的那个内容有关系 真的做梦 做什么梦才正常啊 梦到莲花 梦到基督世界 梦到阿弥陀佛 给您加持 给您预言 那个好 那如果梦到这些妖魔鬼怪 梦到这些禽兽 这个不好 说的不好听点 梦到这个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修行没有功夫 不过这个话 不敢跟对方讲 那一讲呢 对方就不高兴了 我们只能够鼓励对方 好好的用功 才能够把这个经济呢 转过来 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 这个善 第一个是什么呢 要称念弥陀名号 第二个呢 还要广行诸善 这个范围就很广了 但是呢 所有善的根 我们要把它抓住 根不外乎 如是道三家 基础经典 弟子归 太上感一篇 还有佛说 十三一道经 把这个做到了 公行灵 今夜三幅 第一幅 您就有了 底下再讲 念同二种 念为能念 道为所念 道亦有二 一 弥陀本愿 是名他力大道 不借自力修圣 一朝直入 顾名自然 隋朝时候的 会员老法师啊 他有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 他老的家说呢 这个念道之自然 就是指的 阿弥陀佛所发的 四十八大院 真的 我们学习无量寿经 一定要把它的核心点给抓住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本经的第六品 发大师愿 所以这个经文一定要很熟 我们做早课 您如果不能够念整部无量寿经 最起码要念第六品 大家早上念了没有 真的 那待会下个课 拜托 念一下 那个时间不长嘛 最多十分钟就念完了 那晚课我们要读什么呢 三十二品到第三十七品 这个就是古人所讲的 要修五戒十善 所以呢 我们既念佛又持戒行善 这就是古人所讲的四个字 持戒念佛 会议老法师讲 这个弥陀本愿就是他力大道 阿弥陀佛辛辛苦苦 成就极乐世界的大道 我们应该呢 要发跟他一样的心 我们修这个法门 为什么成就那么快速 此地也透露出一个秘密 我们不借自力修善 那换句话说 是什么力量促成呢 是阿弥陀佛帮助我们的 他的四十八愿呢 帮助我们往生到西方净土 第二个 三圣所正道 无为自然 信不造作 故一鸣自然 这个三圣就是声闻圆觉菩萨 这是在我们六道凡夫之上的圣人 他们是怎么修成功的呢 你看这里就讲到了 他们是修无为 那什么叫无为啊 就是他六根接触六成境界的时候 能够真正做到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他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自自然然的 念道之自然 我们就拿念佛来说好了 他怎么念佛呢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这样子心就非常清净 清净平等 就是此地所讲的自然 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做到绝对的自然 绝对的清净平等 但是呢我们心里面 专门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呢 就与这个自然完全相感应 从早到晚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不把别的人事物放在心上 这个人是落实了 念道之自然这句话 您能够做到念道之自然 功夫贤熟了 恭喜您 您肯定这辈子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 其实说实在话 我们学习这个课 您听任何一堂课 只要把这个内容听明白了 肯照做 都能够得到真实之力 肯定这一生呢 决定有把握可以往生西方净土 当然呢 如果天天不停地熏修 天天不断地深入 那个信愿会越发地坚定 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要天天读 注解呢 要天天看 大家应该开始看了 太好了 至少我们要看这个注解多少遍呢 先不要求大家看太多 先看这么多就好了 多少 三十 可不是三了 三十遍 这最起码的 当然 越多越好 底下讲 虽忽二一 正在出一 虽然是有两个意思 解释这个念道之自然 真正是要念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正义 另外 静影书 以为善求生 是 利为善 以自然往生 为念自然 其言简要 其意 以行善功德 回向净土 利求往生 人 名为 利为善 这段开示啊 也挺重要的 这就告诉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要认真的 修善 除了念佛之外 随缘呢 把这个善行做好 具体来说 哪些呢 像十三叶 六合 四摄六度 等等 都是我们要 跟这些法身菩萨学习的 当然也包括呢 普行菩萨 十大愿望 有人很好奇 那普行菩萨 为什么在菩萨当中 这么被释迦牟的佛赞叹呢 他老人家 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尊重呢 因为他的心呢 跟佛的心不相上下 他存在是什么心呢 所谓的心包太虚 量周煞解 他的愿很多 一归纳 为十大令 我们常说 十大愿亡 这是我们应该呢 要跟他学习的地方 下面说 自然往生 就是念道之自然 则所言过简 也就是说 这个呢 讲的比较简单 慧书 圣之 这个慧书啊 就讲的比进书 更加详细了 更好 只指称明念佛 为善之根本 是乃正行也 慧书里面呢 说这个称明念佛 就是善本 的确是 深入金藏之后 我们才明白 原来这句佛号 是善中之善 没有任何一法 可以跟他相比 目前这个地球上人口 七十亿人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听到这句佛号啊 没有 据说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佛教徒 才只不过是七一 换句话说 多少个人里面才一个佛教徒呢 十个里面才一个 对不对 我们居然就是什么 是那其中一分子 同时呢 我们还听到阿弥陀佛 七亿佛教徒 是不是个个都听到阿弥陀佛呢 也不见得 我们每天念佛念这么多声 由此可见 我们过去生中 累积了善根佛的因缘 非常深厚 这辈子 一定要在前世的基础之上 再加把教 这一生 一定要把这个念佛功夫成片呢 赶快啊 达到 后面再说 广行众善 回向得生 亦是为善 是乃助行也 我们主修的是念阿弥陀佛 我们做任何好事 目的何在 是为了帮助自己断恶修善 是帮助自己呢 修清净心 但是我们不执着自己做了哪些好事 要常常提醒自己 不能够学梁武帝 如果梁武帝他不着相 他死呢 就不会那么惨 是不是 他就不止生的道理天 因此呢 我们看这个善 有的人他会修 他就得到功德 那有的人不会修 他得到的呢 只是人天福报而已 后面再讲 正助并举 足次分明 是会苏之常也 至于道之自然 则会苏更胜 苏举二意 一 以他力直超为自然 二 以无为无作为自然 而以出意为足 而以出意为足 此说极好 改静中之妙 正如要界所云 从事迟达理迟 但当老实念去 则无为无作 无为无作等等 自然在其中仪 这一段开示呢 也讲得非常好 在此地啊 黄连老特别摘入了 偶尔大师在要界里面的 一句话 我们修这个法门呢 从誓词 以后怎么样 自自然然就达到 历词 不过要 气入这个境界 必须要有信心 耐心 长远心 我们才能够成功 请大家听清楚 第一个是什么信呢 信心 对不对 为什么说信心摆在第一呢 我们如果对这个法门怀疑 请问我们念佛有没有怨呢 有没有真行呢 不可能 所以信怨行 第一个就是信 我们信什么 信真有阿弥陀佛 信真有极乐世界 信呢 那边已经有很多大众 已经到那边去了 但是我们 仔细观察一下 身边所认识的同修 大家都在念佛 他们也在劝我们念佛 但是您仔细看 他念佛有没有功夫 有的人有功夫 有的人念得不错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了 您注意看 心浮气躁 稍稍遇到一点点事 他那个眼睛就瞪起来 他这个眉头就皱起来 他这个嘴巴呢 就管不住了 就会说人家 这证明什么 念佛功夫还不行 怎么办呢 还是古人所讲的一句话 要做到事实 要做到事实 什么叫事实 偶尔大师讲的简单 我们稍微再多说一点 这个事实就是讲 专修一部经典 专学一个法门 每天都读他 每天都读他 每天都修他 持之以恒 一辈子都奉行 到了最后 您学这个法门 学这不经 比如说我们学不量手 尽好 您学到后面怎么样呢 打开圆解 念佛念到礼仪心不乱 这个时候 就是偶尔大师所讲的 理智 不过 念佛达到礼仪心不乱的人 还是很少很少 我们不求那么高的境界 我们现在只要做到什么 就像这里有黄连老在诸解里面所讲的 但当老实念去 这句话里面哪两个字最重要呢 老实 我们自己念佛要老实 我们可不要说我很老实 我们老不老实 大家自己承认的 我们为什么不老实呢 因为我们这个心里面的想法太多 杂念太多了 牵挂的人事物太复杂了 虽然天天念佛功夫不得利 不像菩萨 人家每天是做那么多的事情 度那么多的众生 但是呢 他是什么 他是无作无为 我们每天做这么多的事情 都叫做有作有为 他用的是清净心平等心 用的是真心 我们用的呢 都是妄想分别自主 他不造业 我们造的业可多着呢 所以修了一辈子到临终的时候 还是功夫不得了 这就非常可惜 有人就讲了 如果临终的时候不能往生 也没有关系 等我死之前 我找当地寺院的同修 法师们到我家来帮我祝念 请问 是不是每一个被祝念的同修 都可以往生啊 我们敢这样子讲 不可能 如果说我们都指望啊 临终的时候被人家祝念 就被超度往生 那我们平常还需要这么拼命念佛 做什么 死之后请人家祝念就好了嘛 这样讲不通啊 无量寿经 弥陀经可没有这样子讲的 是不是 他是教我们什么 本经说的是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讲平常 要专心支持念佛 那个在临终的时候 才遇到这个法门 他肯接受 他肯实行他的念佛 这样的例子非常少 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常 断恶修善 支持明后往生的 当然呢 也有一些人是在临终的时候 他是人家帮他祝念 往生 在忠一生当中 不过这样的数量也不多 所以有时候听到人家讲 某某人临终之后 这个被人家超度 走了 去极乐世界了 请问他说这个话 可靠性占多少 最可靠是什么呢 是那个当事人他托梦跟林讲 那才可靠性比较高一点 不要别人说 别人说 乌生就说个例子吧 给大家听一下 就说我们这个道场好了 我们道场以前有个同修 他蛮可爱的 他现在不在这儿了 也不要说是谁 以前呢 有几个同修往生 往生之后 他就说每一个同修 往生之后 都说他去极乐世界了 话都是他讲的 别人都不讲 就是他讲 我们一开始还相信他讲的 后来再观察这个人的举止行为 不像是专修净土法门的人 所以人家讲话 他怎么说 我们怎么样呢 做个参考就好了 最可靠的是什么 你自己到基督世界去看 看他是不是真的在那边 那就绝对没问题了 不要人家说什么 你就完全相信 这个呢 其实也蛮容易被误导 有些话呢 我们是说出来给大家听 可能大家有的同修 听了之后 心里不太舒服 但是都讲的是老实话 所以自己要有清正的功夫 您才不会上当 才不会被人家呢 误导 我们再看底下 以上二书之说 均专就卫衣 念道之自然 以前之文句 读见卫衣 这是无量寿金的卫衣本 但汉无两义 与此下更有大段经文 广述彼土菩萨功德 与岔土之自然最盛 本经采入 会成词品 这一段交代啊 特别重要 这就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 它是从哪里来的 有评有据 于是本品经中 与念道之自然像 有八个字案 这底下呢 就给我们说出了 哪几个 如自然严整 自然无为 自然保守 自然中自然像 自然之有根本 自然光色仓回 自然所牵随 可证自然二字 十句要义 连续说了八个自然 就体现出 这个自然非常重要 那么下年功呢 都把它们呢 收录在这个会记本里面 此自然二字 非外道所谓无因之自然 该法尔如是 名为自然 佛法所讲的自然呢 跟这个印度外道 所讲的自然呢 不一样 世间人讲这个自然 无因就是自然 佛法不是这样说的 佛法怎么说呢 叫法尔如是 什么叫法尔如是 我们换个说法 我们换个说法 本来就是这样子 就叫法尔如是 所以印度呢 他们很多宗教派别啊 也讲这个自然 他们认为呢 没有原因就成为自然 佛法怎么说 有原因 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 大圣佛法讲得透 讲得清楚 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自信 自信呢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称它为自然 那自信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有没有看过 为什么摇头 自信在哪 就在眼前呢 对不对 那佛人大师开悟的时候 不就说了五句话吗 五句话去掉前面的 重复的那一句 和其自信 就是没有想到 自信是什么样子呢 本自清晰 本不生灭 本自具足 本无动摇 人生万法 这五句话 就是此地经文所讲的自然 那这个讲法 跟印度宗教所说的 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说实在话 还是佛法讲得清楚 我们讲句老实话 这个话也不是我们佛教徒 自己夸自己 确实是这样子 佛法的经典 挑不出一点毛病出来 这里叫无懈可击 讲理 讲事 讲因 讲果等等 任何佛经 您找不出他的破绽 都讲得尽善尽美 就算是小圣经典 您入那个境界 也感觉到那个境界非常广大 不要说别的 武圣以前在 布里斯本在学院这边 习讲过五十遍 阿南问师父及胸襟 就感觉到这部 小圣入门的经典 非常的深广 每一讲一遍 意思就跟上次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够小看的小圣经典 以为这是讲人天大法 但是它是我们修学大圣法的基础 没有这个根基 我们不可能出六道 更不可能明心见心 所以这部吉胸经 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经典 他跟这个十三一道经 是同类的 同步的经典 下面再进一步的给我们说明了 这个自然 这讲得更加具体了 该自者自信 然者愣言经中 清静本然 可见自然时寒自信本然之一 自信之本然 即是真如实相 如是念道之自然 即持明念佛 一即念实相 这个说得好 周同修您看黄连老这个注解 有没有感觉到黄连老是念佛相当有功夫的人了 他如果没有入这个境界 我们敢这样子讲 这个急注啊 他做不出来 可是黄连老非常谦虚 不透露他的身份 不透露他的境界 但是您从他这个注解 就能够看得出 他是开悟的人 每一段开示 不要说整部开示 光是每一段开示 他都把它汇集得非常好 这么多的经 这么多的论 这么多的主事大德的注解 他真的选择的恰如其分 这个自信之本然呢 就是经上所讲的真如 就是实相 如是念道之自然 就是持明念佛 也就是呢 念实相 原来我们每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是什么 就是诸法实相 那念这句阿弥陀佛也就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呢 通通都念掉了 把这个世间相不知不觉就变成什么 变成是实相了 有一个凡夫念着念着你就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 发生大事的 念佛效果不可思议 那么我们念佛呢 将来的果报是什么 生到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 所以大家念佛一定要勇猛要精进 师父让人建议我们大家念佛 最起码每天念佛要这么多 三万声 真的一定要跟自己说啊 我不念满三万声 我晚上绝对不休息 要有这样的横行跟毅力 不达这个数字 我绝对不去睡觉 每一天坚持下去 到最后就怎么样 您就懂得什么叫念佛三昧呢 我们也是常常提到念佛三昧 但是还未必懂那个意思 好像吃饭一样 那个饭菜摆在面前 没吞下去 没有咀嚼过 就不知道那个味道 一定要自己真正下功夫 才能够体会到 下面是偶一大师 在弥陀经要界所说 实相无二 一无不二 是故具体作一作正 具体就是全体 体是什么呢 就是真如 就是自信 那么依报就是国土 极乐世界整个依报 跟我们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 它是法性土 那边的大众 从佛到菩萨 个个都是法性生 法性生好 怎么好法 不用吃饭 真的这个话我们常常讲 每天吃饭 你不觉得很烦 真的 你看早上 中午都会到栽档去吃饭 对不对 这些菩萨们也很辛苦 每天为我们准备这些佳肴 可是如果哪一天 我们这边的同修都不用吃那么多炖饭 好不好 不要说太多 一天只吃一顿好不好 那这样厨房就省了很多功夫了嘛 我们只要准备一顿饭 这样大家就有很多空档 就有很多的时间 拿来专修 领复法门 假如我们能够跟阿罗汉一样 半个月才吃一顿好不好 那就更好了 如果能够像皮子佛呢 一个月才吃一顿 你说一年才吃十二顿 你这样省出来的时间 太多太多了 可惜的是我们这个妄念太多 烦恼太重 不能不常常要补充这个能量 才能够维持这个能量的消耗 可是在极乐国土啊 每一个佛菩萨都不需要吃饭 当然他也不用沐浴 也不用休息 所以他们这个用功啊 天天不中断 这里呢还讲 做法做报 做自做他 这里讲到四种生 法生报生自生 还有他生 乃至能说所说 能度所度 能信所信 能怨所怨 能持所持 能生所生 能赞所赞 这个赞 就是赞叹 赞叹哪一位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谁啊 其实就是讲我们自信 我们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 这是从理上讲 那么在世相上说呢 在极乐世界 有一尊佛 这是教主 叫阿弥陀佛 后面这句话 可以说这个总结啊 讲得太好了 这就把极乐世界那个微妙 说尽呢 这句话是什么 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也 底下呢 念老再进一步的给我们说明 是故 慧疏以无为无作为道之自然 悔他立法门 一抄直入为自然 并指为道中之正直 与要解之说 慈异而止同 的确去啊 真正开悟了 念佛念到这个功夫成就了 您看他们的注解啊 虽然文字不一样 但其实那个中子意思 相同不相同呢 完全相同 这个慧疏是日本高僧写的 是尽忠大德 要解呢 是偶一大师所著述的 我们现在修这个法门呢 叫他立法门 这个他立是指阿弥陀佛的 大愿大力加持我们 如何能够得到佛力的加持 一定要让自己的心 愿解形 跟阿弥陀佛一样 这样子呢 才能够冥冥当中 得到他的护佣 此地说得好 以信愿持名 他立大道 即得往生极乐 持名即是念实相 一抄直入妙庄严路 如是之道法尔自然 这个法门 你看他为什么成就快 一抄直入庄严之路 其他法门是怎么样修行的 竖着出去 我们怎么出实法界呢 横抄 横着就出去了 这个就快速了 不需要修三大神起劫 就能够快速地 契入到这个妙觉如来的境界 下面继续讲 极乐世界菩萨 他们种种殊胜的功德 我们再看底下 初入供阳 观经行道 喜要酒席 才猛智慧 心不忠悔 义无谢时 这是经文 底下解释 有文 显极乐 惠众殊胜功德 初入供阳 见汉无两意 原文中尚有 巨香 随飞行 翻背初入 供阳无疾 这就讲到啊 在原来的 这个《无量寿经》本子里面 它是有这么几句经文 但是汇集本呢 只采用了四个字 初入供阳 在这里我们稍微补充一下 前面所讲的这个法尔啊 这两个字 在科著还有参考资料里面 没有无声的补充一点点 因为这个名相啊 也蛮重要的 法尔 与字尔 法然 天然 自然的意思相同 不假他之造作 其法自然也 如火之热 水之施也 在《中原记》第四卷说 法尔者 而此也 为不构造 其法自如此 由云自然也 这个呢 是给我们呢 做参考 这些例子呢 我们一般都会懂 你看这个火 点着之后 我们感觉到它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 热的 摸到这个水 这个水是什么样的感触呢 它是湿的 这是不是人为的呢 不是 它怎么样呢 它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火呢 是热性 水呢 是代表这个湿性 这里也提到啊 翻倍出入 这个翻倍啊 我们再补充一点意思 这个 参考资料呢 没有说明 翻倍就是此倍 再说得白一点 就是这一批人 在说文解字里面呢 他说 军法发车 百量为一倍 你看这个数量就蛮多的 这个一倍 就好像是 一支军队 它有多少辆战车呢 一百辆 就成为一倍 所以这个倍呢 就是说一百辆 战车 一般是用马拉的 而这个翻呢 就是讲 加倍增加 一倍一倍的增加 说菩萨们翻倍出入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讲极乐世界 每天从极乐世界出去 到别的佛上 数量很多 那还有 从别的国土 又进到极乐世界 参访阿弥陀佛的菩萨多不多 也很多 我们在干嘛呢 我们还在图吗 对不对 我们也很想去 就是还去不了 大家想不想去啊 挺想去的 那想去该怎么办呢 就是前面所讲的那句话 要念石像 也就是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如果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那太好了 你也能够像菩萨那样子 供养无极 一切诸佛 你统统都能够啊 跟他见面 都能够呢 参拜他 大家可要知道 供养佛的福报大不大 无与伦比啊 这修福吗 还有呢 您坐下来听佛讲开示 长不长智慧啊 智慧越来越高 所以这句经文呢 盖子极乐国中 诸菩萨阿罗汉等也 的的确确 在极乐世界啊 那些菩萨们 他们每天呢 都会啊 出去 参访 诸佛如来 当然有的菩萨呢 他是一个人出去的 不过一般 通常情况之下 菩萨们会成群结队的出去 下面再说 其非行十方 普心供养 是修福也 人 人 没有福 他就不能够修慧 再换个说法 如果人不能 他没有慧 他可不可以修到福啊 不可能 我们呢 修福 帮助我们修慧 我们继续修慧 帮助我们修更大的福 所以佛们讲嘛 福慧双修 我们就说这堂课好了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您走进这个讲堂 无忧无虑的听这一堂课 是很大的福报 是不是 是吧 可不是每一个人呢 都像我们这样子 可以安安心心的 在此地学习一个半小时的佛法 尤其是学科著 那还得了 这个福报非常之大 怎么来的呢 都是我们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种善因 才得这么一点福报 但是还要怎么样 继续努力 我们把每天修集的功德呢 回向求生西方进度 这个就对了 好 这是讲修福 当然呢 不能够缺少修慧 底下讲 观经行道 是修慧也 菩萨们供养佛 这是修福 那么见到佛呢 听佛讲经说道 就是修慧 这个观经 观 就是我们常说的 看破 他是不是真的看破 就看他是不是有放下 我们学佛这么长时间 纵然没有断烦恼 至少也怎么样 要放下一些分别制作吧 至少那个分别制作的习气 要减少一点点 的的确确 放下的越多 您这个观的能力就越强 看事情就越清楚 听呢 也听得越明白 现在人讲话 真的我们也是也要特别警惕 为什么 他跟我们讲了三十句话 五十句话 说不定很多话都是什么话 都是骗我们的话 尤其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请问 现在在网路上 有没有骗子 说个例子 有一个男的 他就是通过网路 一个什么软件 我们也不太清楚 可能这个交友软件 就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结果这个女孩子 以后 因为这个男的 他一直想跟对方 要当面见面 对方一直推脱 说没空 但是对方一直要求他 把钱打给他 找各种理由 我有困难 我生病了 我怎么经济拮据 你要帮我一下 我这么这么这么说那句话 这个男的就受不了 就把钱都不停地打过去 到后来他还是很想跟他见面 因为几年都没有见面了 钱给他不少 他就要求要跟他见面 但是对方死活不跟他见面 到后来这个把戏就被拆穿了 那个所谓的 他的网路上的女朋友是谁呀 原来是他认识的一个同事 是个男的 那个男的 他弄一个图片 是一个美女的样子 这个男的就以为说 对方是一个女的 你看现在我们人 只看表面 看不到什么 他的本质 所以这里讲 观经行道 开智慧重要 现在人呢 真的是 师父上所讲的 听骗 不听劝 教他好好读经 好好听经 好好念佛 他不肯造诸 这就非常可惜 一定要撞到南墙 而跌破了头 流了血 他才知道回头算 这又何必呢 为什么不听老人言呢 为什么不听劝呢 所以开智慧蛮重要的 地下在说 彼土圣众 于此福慧二种庄严 细节喜药 而愿酒席 这就说到极乐世界 这些菩萨 为什么用功 不间断了 天天清净 这么多的善知识 他哪里没有法喜的道理 所以我们自己想要这一生呢 得到真实的快乐 真的 这部无量寿经 要天天读书 我们可要知道 读这部无量寿经等于什么 您在清净一切诸佛如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晓得吗 这部无量寿经 是不是只有释迦牟的佛 一尊佛在讲 不止 哪些佛在讲呢 每一尊佛都在讲 所以听一尊佛讲 就等同于听一切诸佛 共同讲这部经 那换句话说 我们学习这部经 同时得到一切诸佛的共同加持 那个入境界的人 他读无量寿经 欲罢不能 听无量寿经 听科诸的人 他天天也是听得很快乐 哪一天呢 没有读经 没有听经 他就觉得怎么样呢 好像有种事情没做一样 所以物生有自己 有这样的感受吗 如果哪一天没有上台 跟大家汇报科诸 就觉得怎么样呢 好像这天空过一样 就特别难受 所以最快乐的时候 大家知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 就是上台的时候 上台最快乐 为什么上台最快乐 这个常常上台讲经的法师 是有这样共同的体会 上台讲经 得到诸佛如来的价值 非常欢喜 下面再说 下云才蒙者 及法杖因地中 高才勇者 与世超义之一 这个才蒙呢 就是前面呢 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 高才勇者 与世超义 这个意思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啊 能够亲近这么好的老师 这个缘无比殊胜 应该呢 要向往 底下在讲 才能勇猛者因智慧故 因为他自信本有了智慧 现前呢 他才怎么样呢 才能勇猛 故 才猛智慧 以及会根猛力 才能超视野 在这个地方要达到这个境界 难 说实实实在的话 那至少要修五两界 可是到达基督世界就怎么样呢 我们只要到达西方国土 这个现象就出现了 凭什么这样子讲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是什么身份呢 这第二十院就说了嘛 我们皆做阿维越智菩萨 也就是八地菩萨 更何况我们有阿弥陀佛的加持 所以呢 我们这种智慧啊 一下子超过在此地的智慧 不晓了多少倍 下面一句经文呢 特别重要 我们不能够忽略 他讲 心不忠悔 悔者退也 忠悔者忠途退转也 所以退转者信念不间 欲缘则退 疑 这个意思并不难懂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学佛退步的时候 有吧 没有啊 那您挺棒的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我们没有退步呢 因为你每天都在用工嘛 所以不会退步嘛 可是一旦离开这个道场 我们会不会退步呢 很明显 我们如果离开善知识 会不会退步呢 会 这就是为什么悟生了 每天不敢不上台 每天要逼着自己上台讲 每天逼着自己要上台 跟大家做汇报 真的 如果哪一天不上台 跟大家汇报科注 人就怎么样 他好像就像个橡皮筋一样 他就马上就松了 每天读科注 每天跟大家分享报告 就让我们每天跟佛菩萨在一起 跟这些诸上上人在一块 古人讲得好吗 敬诸者吃 敬木者黑 真的在这个说婆世界啊 想不退转 只有一个办法 不能够离开经典 不能够离开 郝老师 可是现在郝老师 越来越少 好的同餐道友 也不太容易遇到 真正的正法道场 没有大福报 碰不到 真的 但是我们讲良心话 能够遇到这三种缘 不能够错过 可是这三种缘呢 我们往往怎么样 当面就错过啊 不认识啊 有的时候没有抓住 一旦消失呢 再想得到 玩意 太迟了 就像当年呢 我们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 那个时候悟神刚刚出家 常住在那边的法师 有多少位啊 十一位 男众女众法师 后来我们八个法师 就从达拉斯 就调到新加坡去了 又从新加坡 就调到澳洲来了 等我们走了之后啊 后来又有这个 美国同修来到澳洲 看我们吧 我们就很关心大家 就问了 达拉斯现在怎么样呢 结果那些老同修 好几个人都跟我们讲一样的话 哎呀 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能够体会到 为什么 你想想看 法师多 大家都在那边学习经教 都在那边一起共修 那个力量就强大 是不是 虽然没正果 可是他有那种无形的力量在那 可是一旦法师 又不讲经 又不共修 或者是 别的原因吧 那个人气就怎么样了 很容易就 松懈下来 善 很快 聚 非常困难 不像在极乐世界 有谁带领我们 大家修许啊 阿弥陀佛 这是最好的老师 又加上 这么多诸上善人 天天提醒我们 我们哪里可能会 中回呢 不可能退转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 佛劝我们大家 一定要去西方净土 所以这里讲啊 极乐圣众 他们都是啊 智慧 猛利 断以生信 坚固不动 如金刚山 故心不中悔 易往直前也 这里呢 举这个金刚山 形容菩萨们的道心 非常的坚定 就是禅定功生 义无谢始 这个义啊 就是他的念头 谢呢就是谢怠 谢怠之音 怨不生故 大家看清楚 为什么人都会谢怠啊 他的大怨不够生 他的信心呢 不够真 不够切 怨不生切 行齿无力 你看 这就一环扣一环了 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他就会退转 我们看三十七道品 里面就讲了什么 五根五力 信 敬 念 定 慧 这五根 这五种根呢 就产生五种力 我们现在为什么会退步啊 没有这五种根呢 或者是有那个根 深不深呢 不深 那个八风啊 稍稍吹一点点 我们就被吹的什么样子 东倒西完 被那个风呢 甚至于连根拔起 所以在这个时代啊 真的 一百个人修行 难得有多少个人成就啊 我们不要说一百个人 当年李师公怎么说呢 那是几十年前 他老人家讲的 一万个人念佛 真正念佛往生的才几个 三五个 这是三四十年前 四五十年前讲的 那现在人就更少了 所以这里的开示呢 我们要特别注重它 要想想我有没有犯这个毛病 如果有的话 赶紧把它纠正过来 底下再讲 故实情实现 常自放异 这总结了 有时候啊 他还挺勤快的 一大早起来拜佛 第二天我们再问他 有没有起来拜佛啊 他就笑一笑 是不是 哎呀 所以啊 这个修了一辈子到最后 不能够成功 这就是原因啊 但极乐圣中 身打至理 信身怨切 故勇猛精进 无有谢时 这段话 最重要的一句话 大家要看 他是讲的 菩萨们 身打至理 什么道理他搞清楚了 念佛的好处 念佛的原因 他搞清楚了 谁帮助他们搞清楚的 诸佛如来 不光是阿弥陀佛 一切诸佛 那我们也想把这个礼搞清楚 其实事修不难 就是念佛嘛 那怎么念的有力量呢 要把那个礼仪搞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 天天要聚在这个地方 学科助的原因 学科助好 作为同修 真的我们在这里学科助 物生就有这样的体会吗 讲一遍科助那个效果 远远超过讲十遍无量受尽 大家相信不相信 相信了 相信了 从头听到尾的同修 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 真的 我们每天呢 深入这个科助 越学越欢喜 越讲越高兴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每天物生都是很开心的 有没有看到物生 愁眉苦脸的时候 没有吧 有时候会有 但是呢很快就把它摆平了 为什么把它摆平呢 凡水有效 解释虚旺 是不是 所以这个念头就转得快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经教熏修的力道 物生有时候也在想 也不晓得前世修了多少的福报 今生 还算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学讲科助 什么时候开始学讲的 五十一岁 五十一岁年轻不年轻 算是很年轻 对不对 一般讲老法师 什么样的大德才能够称为老法师呢 他最起码也要达到六十岁吧 再老一点的七十岁才能够称为老法师 所以我们现在还算是年轻的法师 所以要天天学天天讲 好啊不知不觉 这部《无量寿经》就变成是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说法变成自己的行持 学这个好 学这个好 假如说再过个十年 那这个 心得体会 跟五十二岁 那又不一样 如果到七十二岁呢 还不同 更加不同 那到八十二岁呢 到九十二岁呢 肯定是步步高升吗 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这样子 所以这个想不退转 只有一条路 要契入 金教 不能够给自己放假 下面这个开示啊 也挺重要的 这讲到菩萨的修行 外若持缓 内度始极 容容虚空 誓得其忠 忠表相应 自然严整 这里呢 这里呢 就要给我们讲这个自然呢 一开头就说 外若持缓 持者持虚 安虚之一 这个虚啊 就是缓慢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动作呢 很慢 说话呢 也慢 像悟生呢 还是觉得自己太急躁 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很急躁 说话像机关枪一样 如果哪一天说话的速度 跟师父上的速度一样 那就好了 所以悟生也尽量的 放缓 这个速度 但是有时候还是怎么样呢 不知不觉他速度又加快 还是尽量慢一点 那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宽缓之一 故持缓者 及安闲 很沉稳 而不紧张 急躁也 所以我们看 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各个都是显示出 悠闲 缓慢的局质 像张家大师 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内读 内读使急 这个使啊 就是急速 急呢 就是紧急 急速 外若持缓 内读使急折 指其表现于外折 宽缓安闲 浑异 浑弱 无视 前面一句是说 他表面上看起来 很悠闲 很自在 但实际上人家内心怎么样 可精进 但其内心 则精进 不移 念念 相机 心心 无见 不令刹那 失照 这个照呢 就是观照 故云 内读使急 所以我们不想让自己有妄念冒出来 怎么办呢 一定要做到这里所讲的一句话 内读 这个读就是唯独 内心嘛 唯独呢 称念这句符号 所以我们看刘老师讲的那句话 讲得好 他怎么念佛 他是秒秒念佛 这叫唯念佛 不间断的 底下再讲新量了 荣荣虚空 荣荣者 合同之一 不利益也 这一点呢 也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社会大众都不和 国跟国不和 我们现在还见不到星球跟星球不和 但是我们至少看到这个时间呢 这个 我们也是很少跟大众现在外面接触 据说呢 现在不少国家离婚率很高 澳洲 你看人口在多少 2500万 离婚率都已经达到30% 太可怕了 怎么能够做到和谐呢 一定要做到融融 融融是什么意思 就是和同的意思 再说的多一点 就是和睦 同心 大家看前面这个匾额 上面写的是六合径 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六合径 可以说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达到融融 这个六合径不但是佛教徒要做 世间法 重要的是他不信佛的人 他如果也能够把这个六条做到 肯定这一家人 非常的和谐 不会有矛盾的 这个不利益 就是说他没有异端 没有奇特的想法 这个人念佛真的是老老实实 一句弥陀念到底 如同这个后汉书啊 左雄传里面有讲到 荣荣多厚福 的的确确啊 那个心量大的人 他的福报就大 古人说了好啊 量大福道 精精 荣荣虚空 指圣众之心 何同于虚空 虚空无边际 故自心无边际 虚空无一物 故自心亦无物 诶 您觉得这句话 好像跟荣荣大师 讲的一句话 一样的意思啊 荣荣大师说什么 本来无一物 后面是什么呢 何处惹尘埃啊 如果哪天您不开心 你把这句话念一下 本来无一物嘛 是不是 何必自己找麻烦呢 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我为什么要让自己生气呢 您还生气 您就把那个假像怎么样 当真的 有人说我不想生气 是他让我生气的 我们再问那个他是谁 还有您觉得您生气 您是谁 您跟他都是怎么回事 都是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的 就这么回事 整个宇宙就是这个事实 这是什么 这就是大圣经里面所讲的 诸法实相 前面讲嘛 实相相 大家记得吗 实相相 这就是实相相 哎呀 这其实讲一句老实话 听一堂课 您气都进去的 后面来不来都无所谓 都通了嘛 其实每一堂课 那个理都是讲的一样的 只不过怎么样呢 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位去分析它 让我们更加圆满的 去了解这个真相 帮助我们砍破 方向 底下也讲 虚空以空 无故 身罗万象 十方刹土以空而生 虚空建立万物 故自心以建立万物 这句话的意思呢 一般人不太容易懂 我们就佛法来说 整个万法从哪里产生 从心享受 那我们这个宇宙 因为它是 新线 所以呢 你看 一切法都平等 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一切法不平 分好 分物 分美 分愁 分真 分假 分是 分非 都分得这么清楚 而实际上 从它的本源来看 大家都一样 都是同一个心愿 所以法神大师 他看 不是只看表面 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本源 本源就是这里所讲的 那个空 而这个空呢 就是讲的自信 是 那么这个自信 因为它没有三种像 我们不得已呢 说它是空 可是真空呢 不空 因为它能够献一切像 而所献的一像 可不可得 不可得 多看呢 这个大圣经典 特别好 帮助我们大家呢 把这些真实像搞清楚 搞明白之后 自然而然 你就不会再 把这个 升罗万象 往心里去 就不会把任何 人事物 放在心里面 讲一句实在话 在这个时间 有没有人 让我们心情不愉快的 有没有 有啊 完了 这堂课白讲了 听到这 马上就要下课了 还有人会干扰你呢 糟糕 应该不会 但是我们一般人 还是认为说 好多人找我麻烦 好多人惹我发火 刚刚上课之前 还跟人家吵架 来讲堂 来学院 还心情比较好一点 我们就看到嘛 一些同修啊 挺有意思的 他来到寺院 不管是走前 还是走后门 碰到他 就看他脸色不太好 我们就故意的呢 就跟他 找个话题 然后就问他一句 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对方就 不好意思笑了一下 然后对方说什么 法师啊 都被你看出来了 乌生就说 这当然看出来 都摆在你面孔 知道什么 是不是 学佛 不应该呢 还被这个虚幻象所转 应该怎么样 转他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转他 没上课之前 没有心情去转他 现在上完这堂课 你应该有把握 我可以转他 回去之后 如果刚刚跟谁闹的别扭 赶快跟那个家人 或者是哪个亲戚朋友 什么的 跟他道歉 我错了 对不起 请你原谅 我不是有意义这样子 热力不高兴的 您这样子一低头 对方就不好意思了嘛 自然之怎么样 那个冤解 他就减少 就化开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金刚经 多念个几遍 挺好的 那个心结是怎么样 自己打开 自己心结打开 对方的心结 他自然也就把它解除掉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 不要再说 还有人惹我们不开心 其实没有人惹我们不开心 只有一个人惹您不开心 就是自己 怎么惹自己不开心呢 没把实质真相搞清楚 那现在我们已经深入科诸 已经都快要讲完了 是不是 再过个一个月吧 应该就报告完了 应该是说 乐学那个心境 越来越敞亮 这教我们吗 要容容虚空 你的心量越来越大才是 我们想一下 如果连这个地球上 七十亿人都不能够包容 这佛法学到哪里去 对不起 我话可能讲得太重了一点 我们至少要包容这个 星球上所有的众生 而这个星球大不大呢 很小很小的一粒 沉沙了 就宇宙来说很小 我们应该要有大心量 要跟这些法身大事 跟佛呢学习 再说句真话 唯有大心量 让我们念佛才能够往生进度 就讲真话 好 我们今天呢 学习到这儿 墨学物圣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初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大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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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 13 15 10 13 15 15 23